外国传媒报道,1992年协助国际大岳索罗斯策动沽空英镑而一战成名的军事。 对冲基金大佬德鲁肯米勒表示,除着美国股市创新高,投资者短期内有望松一口气,但虽留意有三个事件细足发生一轮红市。 德鲁肯米勒认为,由于美国大选逐渐迫近,投资者至少有数月可以保持乐观。 不过,他指出,如果明年由反资本主义的候选人入主白宫,恐将引发红市。 此外,他提到的另一风险事件是,今年底前美国通胀可能会推升,到达联储局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的水平。 最后,信贷市场爆煲也值得关注。德鲁肯米勒认为,在目前低息环境下,信贷市场可能出现很多尚未暴露风险的坏苹果。 其中之一是美国政府近一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。 德鲁肯米勒在华尔街打滚数十年,以准成度高的预测而闻名,他于1981年创立自己的投资公司Duke。 旗下对冲基金于2010年获华尔街入布平为行业最成功之一。 于2016年特朗普胜出大选后,他建议投资者放弃黄金投资,买入更多风险资产。 结果2016年11月至2018年1月期间,金融市场出现前所未见的市况, 就是美股飙升而股市波动性处于历史低点。 于今年初,德鲁肯米勒转为支持买入黄金,因为中美贸易战升温。 今年以来,金价已经累升于15%,再一次引证他预测精准。 凭 therm Bronze history 才是兼顺炎裙登 鲁肯米勒转达 今天的电 hardware